昨天深夜高雄这一期极大规模的爆炸 最新的统计是已经有死亡人数 无限有25人 受伤人数是267人 还有两人失联 我们请记者宗献告诉我们现场的最新情况 宗献请说 是主播各位观众 目前记者人就在三多一路 也就是高雄市气暴的现场 首先要告诉你们 目前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数字是死亡人数 现在来到了267人 这个受伤的人数是来到了267人 死亡人数不幸的是增加了一名来到了25人 目前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可以看到现场 现在是大大小小的石块是散落一地 其实现在记者人的位置是在三性加三的大门口 你可以看到现场 看起来真的跟大门口 跟校园的门口已经非常的不相似 因为现场看起来就像是非常杂乱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石块 这些都是当时爆炸的时候 气爆的时候 这个柏油路的马路的碎石 来这个爆炸的威力 所以大小的石块就直接散落在这个校门口 除了校门口的石块散落一地之外 这个镜头在往上带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三性加三的教室 外面的窗户 可以看到这个窗户的玻璃都已经碎裂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个窗户的这个窗帘都已经是露在外面 可以看得出来在外面随着风这样飘着飘 所以可以感受到昨天晚间的这一场气爆 它的威力有多么的强大 强大到当时的震度是连整个教学大楼都是在震动的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个教学大楼的窗户都是 整个教室的窗户都已经残破不堪 而事实上这一条三多一路 整个场面真的是有如灾难的电影一样 您可以看到现场真的是这个 石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散落一地 然后旁边的这个三店的这个招牌都已经残破不堪 旁边的这个招牌您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稍早观察到事实上是有一辆机车 是直接被当时的这个气爆的威力 直接飞到了这个屋子的上面 可以想见当时的爆炸威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根据记者所掌握到的状况 在这一个区段也就是三多路五营到凯旋的这个区段 根据刚刚稍早问的消防队员 在这个区段消防人员总共是从昨天事发到 现在找到了13位罹难者 大部分当时他们都是开车在这个路上 或者是骑车在路上 然后不幸遭到了波及 可是当时的这个气爆实在是太过的强烈 所以才会把这些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机车 直接让他们不是全毁就是半毁 然后甚至还有飞到了这个民宅里面的状况 而事实上这个根据记者掌握到的数字 这个消防人员在这个区段是出动了超过200人 其中包括了来自台南的消防人员 以及屏东的消防人员都有来做资源 而事实上消防人员目前还是在场来做这个守候 就是以防会不会有任何意外来发生 而消防车也都在一旁来进行这个戒备 就是很担心就是现场会不会再发生任何的状况 而记者目前在现场是可以闻到一些异味 就是一些奇怪的味道 还好刚刚我们已经稍早经过跟消防人员还有国经确认 事实上目前这些气体其实是没有这个 没有任何的伤害 所以可以请目前这些民众或者是居民可以放心 以上是目前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画面还给朋友的主播